十九,山頭都市報,我國公布5A級旅遊景區最大乘載量 2015年7月18日中國時事04淺春燃居新華社北京7月17日電 記者淺春燃,國家旅遊局17日公布了 《景區最大乘載量核定道則旅遊行業標準》 指導全國旅遊景區開展最大乘載量核定工作 經景區主管部門核定,全國所有5A級旅遊景區 現已完成最大乘載量測算核定工作 國家旅遊局此次集中公布5A級旅遊景區最大乘載量 只在引導旅遊景區認真貫徹落實旅遊法規定 加強景區遊客流量監管,避免景區因遊客流量超載 帶來旅遊安全隱患,旅遊服務質量得不到保障 或對資源環境的不利影響,為廣大旅遊者提供安全 舒適的旅遊環境,使人民群私頭遊景區服務質量更為滿意 促進旅遊景區可持續發展 旅遊景區最大乘載量更為 offs覚雅遊景區 旅遊律有約稚史上公布! 旅遊證明已經是離開的凍蒙地